航海王vs钢铁人这次涨真的吗 待会我来告诉你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欢迎轮远投顾陈学敬分析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年底做账胜没几天咯 最近的航运股跟钢铁人是利多频传 到底这一次是不是涨真的啊 好的我想很多人非常的关心 对于整个行情的发展 在这个地方我想大家也不必想太多 我透过几句话就可以把整个行情表达出来 第一个现阶段行情就是余震未胁 包括FVD的升息 还有中单产品需求疲弱不振 但是毕竟这些在市场都已经领先反应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阻振已经过去了 最坏的一个状况已经过去了 终究会迎来春天 所以新街的行情就是面对的一个短空中多 趋劲震荡 那趋劲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常说市场资金永远会去找对的出入 所以这个时候什么股票会抬头 就是低基础的转积股 那相对对于一些涨高涨不动的一个股票 在这个地方你就必须要避开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的一个 的一个网通股的华星光 华星光过去这段时间表现很强 但是你看今天的一个指数今天大涨 但是华星光今天的一个表现反而相对疲弱 对 那的一个汽车的一个零组件 精确也是一样 在过去你会发现 在过去这段时间相对表现强势的一个股票 那么今天 对通通通都这样的一个下落的一个下来 对 那反观新阶段的一个主轴 开始会轮动到比如说像最近的钢铁人 最近的一个散装行运或货柜行运 最近表现都非常的强 对 我常说主攻股必备三大的一个要件 第一个就是主攻股必然会理性趋势做上场 第二个就是主攻股必然会配合现行的要求 第三个就是主攻股必然会符合环境的意义 所以我们从整个的一个钢铁来讲 尤其之前是大陆解封 那最近最大体财就是大陆解封 那在明年元旦可能大陆就不需要隔离 那大陆解封它会带来什么 百业的兴起 包括的一个房地产 包括民生物资 包括的一个药品抢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一段的一个时间 相关的一个生机制药表现很强 对 但是生机制药你看这一波已经大涨上来 有的大涨都将近一倍了 当然在这个地方并不建议大家去做追加 尤其随着一个量能的暴增 一旦量能增加过快 很多人都跳进去了 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 反而出现股价不涨的时候 就会要提防它的一个下沙拉回 但是这个时候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族群 可以来留意 那我们从最近的一个钢市 开始露出的一个曙光 尤其这次保钢开涨价第一枪 那么中刚明年元月的一个盘价也平高盘开出 也带动的一个下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拉货 的一个出现跳跃性的一个增加 那么甚至原本的一个中刚的一个董事长 他也表示 他说原本可能整个的一个 的一个互数的一个情况 那要等到明年第二季 但是现在从大陆的一个解封 然后带动相关的一个房地产 或是相关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兴起 所以他也预估整个钢市环转会比预期来得早 所以对于这块的一个族群 我是觉得反而在年底做账或农历年前的一个期间 应该都有一波的一个行情可以来做期待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波的龙头的一个中刚 那么中刚也是低档背铃 你可以看到其实底部已经打出一个 相当的一个漂亮的一个扎实的一个结构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应该短线都有作价反而的机会 那包括的一个乐寨钢卷的一个中红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股价是一滴比一滴高 而且最近才刚刚开始亮人加温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钢心钢胚的一个位置 哇你可以看到昨天涨停 今天涨盘也直接开高大涨上来 当然这些的一个股票 那毕竟上在这个地方有的可能涨三成涨四成 那短线上涨多 并不建议大家过度做追价 不过随着一个整个的一个趋势的逆转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如果有拉回量桌价稳的时候 那最好是来到时日线或月线 我想这种股票都还是可以来做一个留意的 那么同样的从整个的一个钢铁人 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兴起 那么包括的相关的一个赏装航运也是一样 最近赏装航运因为大陆是最大原物料需求国 所以它也带动了一个相关赏装航运的一个 需求的一个上升 的一个报价VDI指数的一个上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慧阳 他也说明年的一个放映价涨幅渴望上看5到6%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指标股就是育民 育民这波表现最强 哇 涨幅竟然高达的一个超过5成 但是它涨幅这么大 但是如果从整个量价结构应该还没有结束 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资金会持续的扩散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中行也好 像慧阳KY也好 那这些这个股票最近都有慢慢加温的一个现象 包括货柜也是一样 望海 长龙 或是阳明 那也是迎来货柜的一个小旺季 当然对于这些这个股票如果有急到 并不建议大家过度做追加 但是像这些的一个股票 迎来的一个小旺季的一个需求 那我相信这种股票如果说有拉回的话 量寿教委还是可以来做一个留意的 那当然很多人可能很关心这个IC债版 尤其这次IC债版的跳水 其实并不意外 因为最主要就是整个的一个中生产品需求不振 那造成VT的一个产能利用率的一个下滑 但是在整个ABF因为先进制成这个部分 它仍然持续维持满载 新新ABF的一个营收占比高达的一个超过的一个75% 那么蓝电将近6成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它拉回 你可以看到我特别画一条线113的一个支撑下廊支撑 所以它有没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阻底 如果有机会在这个地方逐出一个底部 然后又能够站上时日线转强的话 那我想对于这些的一个股票 还是值得大家来做一个留意的 那除了ABF的债版之外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值得大家来做一个留意的呢 我也会在标股市电影内的或Telegram 无视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谢谢大家 是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交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就要交往老师的Lighter跟Telegram 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